這邊也有你的控制畫面 就是你的控制設備 控制設備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聲音點掉 然後這個視訊也可以點掉 點掉 那點掉的話就是 只能看到你的名字 只能看到你的名字 好 那這邊 就沒有主持人那麼 那麼多的功能 但是一樣可以 有一些簡易的操作的部分 好那我來講一下那個畫面 一般我們 通常比較常用到的 就是你在分享的過程中 這有兩個一個是發言者 這個畫面如果你有三個人登入進來這邊就會有三個 三個鏡頭 那如果有十個人 這裡放不下他就會變成兩頁或三頁 那 我們一般在示範的時候 示範的時候呢 我們會切換 切換到那個 發言者的畫面 就是講話的那一個人 講話的那一個人 他會呈現最大的畫面 所以你可以在這上面做教學 那包括 假設你今天要切換到 你的桌面 就是從共享螢幕這邊 點到螢幕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進行 你的 教學 比如說好那我們現在 把 這個Mblock 打開 那這時候大家都會看到你的畫面 這時候大家看到的都會是你的畫面 所以你就按照你平常 在電腦課的教學這樣子去使用 當你教學完畢之後 教學完畢之後 要停止共享的時候 就直接按停止共享 這樣子就可以 回到那個視訊的畫面 回到視訊的畫面 那你也可以如果你要教那個實作的時候 通常我們這邊可能會接 兩台投影機 就是除了那個Notebook的視訊 會另外再接一台實物投影機 那所以如果你需要做實物的操作 那我們就會在這裡做切換 那就會把鏡頭翻到那個實物投影機的畫面 那我再稍微講一下共享的功能 那你在共享的功能裡面呢 除了他就可以收到你桌面上的 可以讓你看到你桌面上所有的東西之外 那這一條控制棒 它是可以移動的 那所以如果你覺得擋住畫面 你可以按著 黑色任何黑色的地方把它移到 比較不會擋住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進行教學 那進行教學的過程中 如果你需要做標示 這邊有一個叫做共同註記 你就點一下共同註記 那這邊會有一些簡單的功能 比如說畫圖 那我們要標註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去 選顏色 然後可以在這邊直接 一邊 說明 一邊 註記 然後大家都看得到 那所以 其實如果你有那個 手寫板 可能會 在手寫的部分會更好操作 那這個是他的一些註記的功能 那不想註記 不想註記就可以把這個註記 點掉 那當然他也可以擦掉 這個擦除 擦除這個是 它一個一個物件這樣擦 那你可以整個清除掉 那不想註記記得把它關掉 不然的話 去點到它就會出現那個註記 好 那同時呢 你在個人的畫面這邊 你可以看到與會者 就是這邊會有 如果有兩個人進來 這邊就有兩個鏡頭 那這個是我們 參與的人比較常用的一些畫面 那你停止共享 就會跳回 原先的視訊畫面 那剛剛有提到 這個是教學畫面 所以當我們要教學的時候會切換到發言者的視窗 這樣子他的視窗就比較大 那另外有一種情況就是如果說 你要 需要 比如說我們四個學校連線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看到每個學校的畫面 比如說後面的階段大家要一起比賽 那比賽就要看到小朋友 那我們就會把那個 分割 視訊畫面打開 這樣就可以同時看到 連線的 各個單位 就兩邊畫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 就是 就可以 當我們需要互動的時候 小朋友遠距 四個要一起互動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兩邊的所有的畫面 那所以這是比較常用的 就是這個發言者視訊畫面切換 跟分割視訊切換 那還有當教學者要分享文件的時候 就要在這邊點 然後 螢幕 直接在這邊 做分享 做教學 然後需要註記的時候 這邊會有共同註記 那註記完呢可以清除 清除所有的註記 然後把註記點掉 那要停止的時候 就記得停止共享 好那這個是 學生端 就是那個 參與會議的人他可以操作的 的 畫面 那另外在 在這個你自己的聲音的 聲音跟影像的控制部分 自己如果不想要發言或不想要視訊 你這裡點掉的話 你就會完全聽不到你的聲音 那主控端那邊雖然可以 開啟或者關閉 聲音 或者是影像 那但是如果你自己把它點掉的話 大家還是都聽不到你的聲音 主控端雖然他有權限 但是他還是 還是以你自己控制為 最 最大 但是當主控端把大家關掉的時候 你這邊即使開也沒有用 所以主持人還是最大 好那這個部分就是 各位可以再熟悉一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